Letter Names Poco Studio的出版社 出版的非常好的一本樂理書 George說今天一定要學Letter Names這本書 我們今天錄影第十一頁 我們看看題目學什麼 原來學讀一次Bass clef 低音譜號Bass clef 我們可以叫做AF clef 為什麼呢? 因為在第四條線 1 2 3 4 畫低音譜號的時候 這個大點一定要在第四條線 第四條線的音符是F音 所以低音譜號另一個簡單的叫法叫做什麼? F clef 人家說要彈F clef 即是要彈低音譜號 這首歌的版紙要學三個音符 學哪三個? C B A 沒錯 看一看琴 有琴的牌子 有2 black keys 我們把手指高音放在C音中 一起唱一次 C B A 跌山平下去唱完 又上來了 A B C C C 然後再唱到上面 C C D D O T R R R樓梯 現在的手回來了 R T R T 然後我們也不要浪費了 反正老師也把這些CDEFG的 letter names 印出來 吳瑩瑩老師就出版這本書 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馬來西亞老師 我們看到不如寫了 letter names 也唱一首吧 一起唱一次 好不好 唱 letter names 音符名 CDEFG ABC Very good 如果回到最後唱 Sulfer names 行不行? C在這裡 Do T La Sulfer Me Re Do Do Me So Me Do 連C Major Scales的Broken Plus都唱 好 接著要認住 這是Days Class 如果Middle C在五條線上 圓形加一條線 這個音符是Line Note 不過是加線音 Leader Line 讀一次 Leader Line 接著找回B音 B音好像雞蛋一樣 放在第五條線上 是一個Space Note 空間音 這個音叫什麼名字? Great Big Whole Note 這是一個全音符 四拍的音符 好像雞蛋一樣 按著四拍 A音在五線譜上的第幾條線 數一下 Line 1 Line 2 Line 3 Line 4 Line 5 穿著第五條線 這個音就是什麼音? A A 對 又要懂得彈 又要適應音符 C B A 你彈一次 請用左手 我們到Nuckles Up 要怎樣做 你帶雞蛋來就是想拿著 對嗎? 記住 坐車來時都可以拿著雞蛋仔 Very Good 如果沒有雞蛋仔 你想像雞蛋就住在手掌下 不要大力握壞它 A 上手 沒錯 千萬不要心急把手指丟掉 沒錯 你找那些音符是可以的 不過手指不要死 好 不要心急 我們再來一次 加上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Meternon 拍自己縮縮 好嗎? 慢一點 剛才你很喜歡用60 對吧? 我們試一下 Duckles Up 手指丟一點 對了 1 2 Ready Go C B A 彈完 上手腕 Good 又上來了 A B C Very Good 拱橋做得不錯 手型做得很好 還有我們上手腕 放鬆手指 千萬不要反起手 好 彈完 放鬆手指垂低 放大腿便可以了 千萬不要說 老師說起手 一反不反這隻手 千萬不要做 上手腕 為什麼? 因為放鬆手指 然後放在大腿便休息了 好 那你繼續 要認好這些音符 還有記得要唱 好嗎? 下次見